今天上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配备设施将为境内外媒体记者提供高速网络接入 新闻发布以及文化体验等多项服务 本届论坛新闻中心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占地11000平方米设立两个新闻发布厅 媒体公共工作区共设有546个工位 共记者免费使用 全部配备高速网络接口 其中210个工位配有中英双语系统笔记本电脑 从网络的速率来说完全可以满足这次咱们整体的 整个这个现场的记者的使用 5G可以提供比4G高得多的一个下行速率 单用户的这个下行带宽呢理论上可以达到一个G 我们在现场呢可以测速可以达到500兆左右的一个下载速率 这次新闻中心呢我们跟上届相比吧 有一些新的特点 一个是我们增加了这个建国70周年的这么一个成就展示 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了很多文化的元素 特别是思路精神方面 包括思路山水画间这些动态的这个画卷 第三呢我们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进行了这个科技上的升级 就是我们的所在 stump 对我们做通过梯 听到这个手电台内腔然后aires 就是这是笔的